阿们 奉主耶稣圣名 我们开始早祷会 我们来读一节圣经节 预备我们的心 然后一起来祷告 我们看以赛亚书32章 Let us turn to Isaiah chapter 32 十五节 以赛亚书32章十五节 Izaiah chapter 32 verse 15 请读 在这一节圣经节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信仰的成长跟改变 这个就是我们灵恩会的目的 从今天跟灵天有两天的灵恩会 如果灵恩会结束的时候 我们信仰有成长 我们就达到了目的 那我们就从这一节圣经来看 我们看信仰的成长是怎么变成的 在这一节圣经节里面 我们看到第一个 有一块地 第二个 有水 第三个 有种子 所以我们的灵恩会要使大家信仰成长 第一个 要让旷野变成肥田 耶稣讲过啥种的比喻 我们知道最后的关键 地会不会长出东西出来 关键在这个地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到最后信仰会变成什么情况 在乎我们的心 如果我们的心是旷野 不管我们撒多少的种子 再好的种子都不会成长 如果我们的心好像肥田 那每一个种子掉下去就会长大 那怎么让我们的心从旷野变成肥田呢 这里讲圣灵从上面浇灌我们 本来我们的心是很刚硬的 可能我们在外表对人是很客气的 很有礼貌的 很谦卑的 但是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是很刚硬的 我们怎么知道呢 就是神的话不会感动我们 如果神的话不会感动我们 神的话就没有办法改变我们 如果神的话会感动我们 神的话就会改变我们 神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但是我们的心要先改变 就是要被圣灵充满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到 彼得起来讲到 有三千个人听了好像刀砸心 这三千个人可能有一些人 以前也听过主耶稣讲道 那这些人也有可能在主耶稣 被钉死之间的时候 在那里大喊 钉死他 钉死他 但是现在竟然问彼得 我们该怎么做 那彼得说你们要悔改 他们也真的是悔改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 因为《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讲 他们被圣灵浇灌而且充满 所以从这个一百二十个人 得圣灵被圣灵充满 带动三千个人受洗 所以我们今天教会需要有一股核心的人 很注重祷告 那一直祷告到圣灵浇灌在我们教会里面 天上的活水浇灌在人的心里面 那每个人的心就变成肥田 那每一句神的话都会感动我们 那这个活泼长存的道就能够在我们心里渐渐成长 所以四五节最后说 看如树林 树林是有生命的 把那个种子的生命表现出来 所以从远远看教会的这一群人 好像是树林把神的话的生命表现出来 那到了十六节 公平居住在旷野 公义居住在肥田 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成长 我们里面就有公平 有公义 那公平跟公义的果效是什么 是季节 公义的果效是平安 公义的效应是平稳直到永远 所以当我们生命充满着公平公义 神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的生命就非常的平安 虽然外面像十八吃九节 外面有兵袍 城也被打倒 就是外面有很多不稳的情况 但是我们的心平静安稳 这个就是信仰成长的体验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祷告 我们祷告大概二十分钟 我们为宁和布道会来祷告 求主耶稣的圣灵从上面浇灌我们的心 让每个人的信仰好像是树林一样 让公平公义居住在我们中间 为后我们的生活能够平安平稳 我们现在来祷告 时间到我救摇零了 我会来祝福 bell at the time